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现场 我是胡宗盛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民最大党 全民做老板 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题目 总统大选这个礼拜我们看到 是三强在辩论 就好像是三国演义一样 如今是天下三分 那你觉得现在的天下大势 究竟如何呢 我们今天来讨论这样一个题目 我们也可以看到上一周 在这个辩论会当中 可以说宋淑仪也有很多的理念 说出来 当然心中也有充满了不满 那么小英也是攻击我们的马英九 但是马英九呢 也适时地做出了辩解 那究竟谁能够在三分天下之后 取得大势呢 我们第一位请到的不是别人 就是我们清明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 林瑞雄 林教授 我们欢迎他 谢谢 大家都有不熟悉 我不是庄瑞雄也不是林瑞图 我是林瑞雄 也就是清明党 副总统的候选人 林瑞雄 我是 医学世家 我所认识的很多 接受我的照料的人也很多 那我只不过 我觉得最高深的股房科技呢 竟然用电磁波来攻击我 还好我是电磁波跟神经学专家 这个到底有多劲爆了 比这个尼克森的水门还更劲爆 多劲爆了 待会再跟大家讲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欢迎是我们民进党的立委 叶宜钦 叶立委 欢迎 大家好 我就是一斤 两斤 三斤 精心计较 叶宜钦 我想最近我希望大家不要再 一斤 两斤 三斤 精心计较 市值的价钱了 我们倒是要来好好的算一算 这个马政府一张 两张 三张 张张空投支票 这样给他跳票 实在是很过分 我希望所有的选民 都能够睁大眼睛 把票都投给蔡英文 小英主席 让你一天 两天 三天 天天开心 谢谢大家 参与文 豆帅 谢谢 接下来欢迎是 这个 宅男女神 豆花妹 欢迎她 酰网 我就是最可愛最可愛的斗花妹 剛剛有沒有看到我的WAF 跟甩頭髮 沒錯 我就是跟Kimiko老師學的 我前陣子就是在西門的河岸留言 開了我的小型音樂會 真的很謝謝所有到場支持我的歌迷朋友們 那我也現場唱了一首 我兒子在封裡獻給我的媽媽 她聽得好開心喔 所以我也希望把這首歌 獻給我所有的宅男粉絲們 希望他們也可以好開心喔 謝謝大家 好的 接下來歡迎的 這一組人物呢 當然是跟今天的這個主題有關 我們很不容易能夠 用觀落音的方式請到他們 三國演藝當中的孔明 周瑜 大喬 小喬 歡迎他們 搖翔 恭敬當年 小喬出嫁了 雄之雲發 雨傘觀金 談笑間 搶乳 灰灰仙輩 灰灰 灰灰 灰灰灰 灰灰 灰灰 灰灰仙輩 灰灰 灰灰仙輩 我乃是東吳的名將 周瑜 公蓋 分三國 我 就是諸葛孔明 簡稱金城武 我乃定人心 有我在 就是票房的保證 有什麼東西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就是跟小喬 共稱姐妹 號稱江東二喬 撫妹心軟真好喬的大喬 好 那麼今天我們來 知道大黨們 最近在這個忙運動會的事情 這兩天拍攝辛苦了 那麼我們在這邊 就帶來一點點熱鬧的歌舞 來撫慰一下辛苦的弟兄們 老師請聊 好 好 非常謝謝他們 當然我們今天討論到這個 總統大選的三強辯論 但我想起了 邱希爾曾經講過的一句話 他說民主不見得是最好 但是是目前我們 這個所能看到最好的一種制度 那麼也就是在這樣的民主制度之下 我們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可以看到三強的辯論 那麼我們今天看到三強辯論 魏蘇吾其實 魏國可以說是最強 吾國當時是最富 可是呢 蘇為什麼能夠從中竄起 因為他有非常好的人才 比方說像這個 關雲長 像趙子雲 像這個張飛 趙子龍 趙子龍 趙雲 像這些人 都是這個堪稱是大將 所以今天他們這個三個人 在這個台灣的這個競選當中 到底誰能夠奪得天下呢 我們先請我們的林教授分析一下 好 站在歷史的角度來看 這一次的這個選舉 果真是三強鼎立嗎 這三強鼎立我是不曉得 但是我只知道 宋楚瑜算是最弱的蜀國 但是呢 他找到了諸葛孔明來幫他 保證最後的腎臟一定是我們 是 只不過我們現在遭受一些 電磁波的攻擊 這個是比較要緊的 因為電磁波攻擊 對人類影響 身體影響多嚴重 我們可不可以先撇開 電磁波這件事情 我們來談一下三強鼎立好了 這不能 你怎麼可以說電磁波 我知道你是電磁波方面的這個權威 主持人你要知道 你現在跟我講話 你身上別的那個麥 都有電磁波的攻擊 我知道 是 你如果不別麥的話 你單單用這樣聲音這樣去講話 你講兩天就 是 所以電磁波對人類 生理影響是很嚴重 你比方說有多嚴重呢 他啊 輕了 可以讓人家精神康奔 睡不著覺 那嚴重呢 可能會讓人家瘋掉 怎麼說呢 你比如說你上班回家 回家是想聽個音樂 打開這個收音機 有這個收音機 這個收音機的電磁波的頻率 就有多少呢 就有八千到一億零八萬的赫兹 那你聽一彎音樂 聽一彎音樂聽得很舒服 那當然都肚子餓了 想吃點宵夜 所以呢 把這個便當就放到電磁波裡面 蓋起來微波打開 打開之後呢 這個上次已經示範過 所以我要更強調它的重要性 微波爐的這個電磁波的頻率 大概24億赫兹 然後呢你就去洗澡 洗完澡之後你想吹頭飽 把頭髮吹乾 打開這個吹風機呢 吹風機的電磁波頻率 大概有一億赫兹 然後吹完頭髮呢 不小心鬍子又長出來 所以說你用電磁波 已經跟你講過 那是剃頭髮用的 你下次可不可以帶一個 真的刮鬍道來 這是剃頭髮的 OK嗎 這是刮鬍道 也是一億赫兹的 那你看看喔 基本上我這些加起來 我遭受電磁波的空氣 就達到照的單位 所以這很嚴重 我只是想請問你 我們果真這一次是三千元 三強鼎立嗎 還是說宋楚瑜面臨的是 左右夾擊呢 三強鼎立不三強鼎立 那都是過去式 我們現在把握的是現在 那最後呢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 我基本上我是神經系統 跟微波的專家 電磁波的專家 電磁波的專家 所以我基本上承受得起 但是一般民眾承受不起 對不對 你不要說 你搞不好看不到我副總統辯論 你就是被電磁波攻擊 你就是死掉了 這是很不好對不對 那我覺得呢 我可以建議大家 因為電磁波可以用鋁的 鋁的來隔絕 鋁的 所以說有這個 用這個綠帽 鋁帽 不是綠帽 如果是鋁帽 不是綠帽 綠帽的話呢 就叫你老婆去 隔壁找老公去了 是鋁 鋁可以隔絕電磁波 鋁可以隔絕電磁波 所以說戴上這個鋁帽 你可以隔絕電磁波的攻擊 你至少人身體健康之後 用這個鋁帽來抗輻射 至少 所以掉了馬上電磁波就攻擊了 所以說你盡量用 可以橡皮筋固定它 或者用雙面膠固定在頭上 鋁帽 可以隔絕輻射的攻擊 我第二波副總統辯論的重點 我就在講電磁波的感染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剛剛只是問他三強鼎立嗎 還是遭受左右夾擊 他講這麼多電磁波的東西 是要幹什麼 電磁波就是左右夾擊你 他左右夾擊你 不管你處在三國的現代 都是有電磁波 謝謝林教授 三國的時候沒有微波乳 不好意思 我們先進廣告 馬上回來 謝謝